哈佛神兽的空间表现 这里我们把储物空间和乘坐空间放在一起来讲一下 这台车的话储物空间是非常的做得非常的足够 因为首先它采用了跟奔驰一样的怀挡的设计 所以呢整个在中央扶手区这里就空出来非常多的区域 好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旁边两个杯架非常的大 当然其次呢这里有一个无线充电的面板 不过我个人觉得这种无线充电的面板横放在这里 太占空间了 因为很多车的话可以做一个那种斜叉式的 这样的话它占的空间就会很小 放手机也比较方便 好 然后这里占的空间比较大 此外呢这里后边因为没有挡杆 也没有其他的实体按键 这里有两个储物槽 但是这个储物槽的话有点小 有点就放东西的话 手机放不进去 能放一些车钥匙啊什么的 当然在下边的话 这里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掏空的一个储物槽 两边都有USB的接口 Type-C的接口 这些东西比较常规 当然前排调整好之后 前排的空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们如果说把前排空间调整好 调整到我适合的坐姿 OK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后排的空间怎么样 哈佛神兽的后排空间 后排空间的腿部空间非常的足够 大概有三全 我身高1米8座的后排还有三全 而且它整个后排的话有几个点 第一个是中间是纯屏的一个地台 所以中间乘客不会难受 第二个的话 就是它整个座椅的坐垫填充物非常的软 非常的厚实 坐起来整个舒适性不错 这台车的话 它采用的是这种翻毛皮跟真皮的一个组合 之前我们私下的那一台就是一个红白类式的那一台 整个是采用的真皮的一个座椅 那一台的话 我觉得坐上去之后 它会比这一个翻毛皮的这种材质 柔软度更好 舒适度更好 当然这种的话更更偏运动一点 这种摩擦力会更好 在激烈驾驶的时候 尤其是前排可能能带来更好的一个这种座椅的这种摩擦性和这种包裹性 好像整个空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